晚间6点02分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先来看这位资深艺人 他是金钟歌王艺人杨烈 那首如果能够当时红遍台湾的大街小巷 那么他呢在家里面的地下室车库里面养鸽子 当然养鸽子并不违法 但是这个铁门外面呢就是公共空间 养鸽子呢难免有味道 有羽毛飘出甚至呢有会晤 这邻居们无法忍受 而且艺人据说就是两年 透过了管委会呢跟他反映 他说呢他要会改善 但是邻居认为他没有改善 所以这次动作很大 找来环保署呢开了单子 当然杨烈听了之后呢不太高兴 他说我要在我家养什么 这是我的自由 但他也承诺7月3号之前会清干净 同时他要搬家 一整排鸽子接连把头探出铁门外 还不时发出声响 在沿铁卷门底下看地上到处 都是粪便和飘散的羽毛 其实带你走访艺人杨烈的住家 其实呢就是被许多的民众反映了 他把鸽子养在从车道走下来的一旁铁门里面 而且呢在铁门的外面 常常会有许多的鸽子羽毛 以及会晤都在外面 而且发出了阵阵的恶臭味 北市住处两边跑 29号上午杨烈已经清理过 而他被控诉养鸽子的地方 虽然是自己所属的地下室车库 但车库外面的停车场 科室公共空间 这种问题已经持续了 差不多一两年的状态 他跟我们讲是说 那个是因为有选举的问题 他很忙 结果又拖了半年多 一直也都没处理 我们每一天就要进去开车 那一到了车道的时候 就非常的恶臭 是真的很难以忍受 尤其现在天气热了 你到底是在挑战 台北市的公权力 还是说你是拿着 踩着我们大家的健康 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养鸽子没有办法 虽然是养猎自家范围 却让社区的住户很困扰 因为公共空间 飘臭味 一人就是将近两年 气到搬出条文 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住户饲养动物 不得妨碍公共卫生 我每天都回来接你 就是我们3号以前会搬走 我要在我家养什么 那是我的自由 大家不喜欢的话 不喜欢就搬走 环保局开出改善单 限期改善加上复查 铁门上也贴上 预防A型流感的告示 市府介入杨烈承诺 7月3号前清理干净 住户们总算也不用再 忍受丑味 记者陈建安 简红旗卫问轩 台北报道 好再来看台中 发生了这起停车纠纷 当时这个女驾驶 她停车的时候 靠后面的车子太近了 引起这位驾驶的不满 双方先是吵了一架 这位女子把车移走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对方仍然不满意 一气之下 情绪失控竟然动手 拿着螺丝起子攻击 也造成了这名女子 脸颊上有一处 三公分的撕裂伤 白色衬衫女子 一搏一搏走上救护车 低头不乏一语 脸颊又一处 三公分撕裂伤 被纱布包起来 人还惊鸿未定 女子被紧急送医 索性只有脸部被划伤 没有生命危险 情则是在停车场 引发的事故 当时就是因为 倒车引起纠纷 前方的女驾驶 一路倒车 结果太靠近后方的车辆 导致对方驾驶不满双方 份额爆发 口角 男驾驶甚至拿出 螺丝起子攻击对方 如果说只是快碰到 然后就拿东西攻击人家 确实是不太OK 我看他一路来 车停了两个就离开了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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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要求他移车接着还是不满意 两个人互骂后引发冲突 那個銀車糾紛 所衍生的一個事 到附近的一個巷弄去查完 那也遇到他整個特徵 那也順利出來 將這個責任男子查完到 目前賴姓男子已經被帶回派出所 卻否認持羅斯汽子攻擊女子 但女子臉被化傷是事實 卻然仍依傷害罪診辦 記者韓志欣 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 好 再來看這位正妹之死 讓人感到不可置信 她是真的喝到掛嗎 在桃園這名黃姓女子 她跟朋友到KTV去唱歌 當時她身體感冒不太舒服 但是擋不了朋友勸酒 連續喝了五個小時 一路喝到清晨五點鐘 結果開始不對勁了 她的臉色發白 不斷嘔吐 還吐血脫糞 當場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醫急救之後仍然回天乏術 經過抽劫檢驗不可思議 她的酒冊值的報表竟然高達3 消息傳出之後 家人也無法接受 一頭長髮刮著臉大眼睛 長相甜美 臉書或IG上 不時會放上自己美美的自拍照 和心情抒發 或是和友人到QTV 歡唱喝酒聚會的影片 只是桃園這名25歲的正妹 恐怕沒有想到自己的生命 最後盡視會結束在這樣的場合中 躺在單架上 女子臉色發白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救人員緊急對她進行急救 原來這名黃姓女子 急性酒精中毒 吐血突分失去意識 她情侶人的腸胃 她會上肚一下的時候 那妳說可以了 然後就 因為我比較傷心 會覺得她是便宜這樣 27號凌晨 罹患感冒的黃姓女子 和四五名姐妹濤到中立一家KTV 聚會喝酒唱歌 釋放壓力 根據有人說法 期間女子喝了十罐啤酒 當時以為她心情不好 一群人連續喝了五小時後 直到京城要離開時 才發現女子已經吐血 動也不動 沒了呼吸心跳 趕緊打一酒求救 事後醫院檢測 發現女子的血液酒精濃度 換算酒測值 近高達三毫克 警方檢視現場 並不發現危機品 死者意外傷 外界一度傳聞 黃姓女子曾經假裝心癌 但媽媽表示 女兒高中的時候 已經切除治愈 當天同包箱的友人也表示 不知道女子感冒 更沒有外界所傳 強冠逼酒的情況 今年三月 黃姓女子呈臉書po文 還是好好喝酒吧 別談戀愛了 在酒裡 你不是死就是活 其料事隔三個月後 竟然一語成谶 酒後暴彼身亡 年輕生命也就此劃下去一點 這林中之言禁語桃園報導 好 真是不可思議 酒測值竟然三美 什麼概念呢 其實超過0.5 這個人就叫做喝茫了 會出現一些脫序的行為 連資深的偵查隊長都說 在他的生涯當中 他看過最高的酒測值 不夠2.58 人就已經快掛了 3以上的還真的沒有遇過 但是我們搜索了 另年的新聞資料庫 也發現還真的有創紀錄 苗栗呢 當時你還記得嗎 這登上了新聞版面 這個女子呢 當時測得的酒測值3.61 怎麼可能 這個呢 幾乎是酒精中毒 但當時懷疑 可能是機器故障的原因所導致 所以焦點拉回來 到底怎麼喝 會喝到酒測值3 這怎麼喝的呢 其實有知情的人是透露 可能沒那麼單純 現在有一些年輕人 流行一種暗黑玩法 就是呢 用私釀的烈酒配毒品 自己覺得很嗨 但其實這是會出人命的 遇到警方酒測 男子裝瘋賣傻 像是神明上身 他的酒測值0.45 幹嘛 我後面 另一名男子情緒失控 不只襲警 還砸爛酒測機 他的酒測值0.81 警方攔檢 酒測值0.8 0.9 甚至1點多 其實都不稀奇 但桃園這名女子 酒後猝死 酒測值來到3 怎麼喝的 當時我們取締到這名 超過2的男子 我們也覺得很訝異 但是你酒測值 如果達到3的話 基本上 應該就已經 呈現死亡的狀況 如果無數酒駕犯的 偵查隊長 也覺得不可思議 知情人士說 案情恐怕不單純 現在有的 甚至他去買那種高純度的製釀酒 甚至還加上吞丸子 比如說衣服啊 或褲子是外面在講的 這個 吞下去 這個交互作用非常非常的強 這真的是簡直在玩命 高濃度烈酒加上毒品 確實會讓酒測值 異常飆高 糊起酒精濃度到1 人可能就會出現 感覺障礙 超過2 幾乎無意識 到了3 小命恐怕不保 2011年 苗栗曾有一名女子 被測到3.61的酒測值 史上最高 法醫推測 關鍵死因 可能就是酒精耐受度 年輕女子酒後猝死 她怎麼喝的 又喝了多少 是接下來的釐清重點 只能說 酒還是少喝微妙 記者姚立祥 陳選 台北報導 好 期待好久的就是今天 這個三倍券 7月1號 終於預購開跑了 亂象一大堆 這個系統真的很不給力 很多民眾 當然我們要先提醒大家 這不是先搶先贏 其實慢慢來不著急 但很多民眾還是覺得 第一時間 我要先去拿 也許這樣感覺上 比較過癮 但是一個上午 我們看到狀況不斷 包括了預購的見面 延遲了14分鐘才跳出來 但有些民眾去不只幫自己拿 還要幫家人來預購 所以前前後後搞了很久 特別是老人家抱怨 操作很困難 覺得這個見面 對於銀法族是不友善的 到了下午之後 我們看到慢慢的 它變得比較順暢 也比較穩定 那麼截至今天下午4點鐘為止 根據統計 三倍券的紙本加上數位券 到目前為止預購的 已經超過了112萬人 三倍券在超商是已經可以開始預購了 但是整個流程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呢 我們現在實測給你看 現在手機開始計時 直接插入你的健保卡 插入健保卡 輸入手機號碼 取出預購票券在櫃台 結賬1000塊錢 這樣子總共多少時間呢 帶你來看 總共是花了43秒的時間 還滿快的啊 可能早上我來的時候是上班時間 所以人會稍微多一點 預購第一天下午超商預購三倍券流程變快了 但上午卻是不一樣的狀況 系統科是大塞車 民眾預購得花2到3分鐘 問幾遍才可以 不然我搞不清楚 三倍券預購第一天 早上9點一上線 不少超商機台 就出現當機的狀況 延遲了14分鐘才顯示預購額面 還有民眾跑了兩三間的超商 才成功預購相當火大 網路上也有不少民眾PO文 預購三倍券大當機簡直是亂象無比 好在下午狀況趨緩 電腦系統比較順暢 而經濟部也統計 截至7月1號下午4點 三倍券紙本預購數量 已經突破66萬元 數位券的預購量 則是突破45萬元 超過112萬人預購 經濟部也提醒 7月1號到7號 民眾可以到各通路 來預購三倍券 15到31號 再到該預購門市來領券 而這中間 經濟部會統計 各門市預購量 再統一派發 不會有先預購 先領券的狀況 民眾不必急於一時 記者正人總管你台北報導 這個三倍券是行政院發的 那麼台北市府還加碼了 敬老跟愛心 1000塊錢的回存金 但是今天第一個 里長動不掉 為什麼呢 因為光搞這些忙不完 忙到大爆炸 其他事情都沒有辦法辦了 特別是有很多長輩老人家 到現在為止 還搞不清楚好複雜 什麼1000塊換3000塊 這個綁那個那個綁這個 完全搞不懂 有人當著副市長 黃珊珊的面前怒嗆 但是市長柯文哲看起來平行線 針對基層的反應 他輕描淡寫的說 就逼一下就好啊 這哪有複雜 沒有道理 你是不是可以慢慢花 不用一次付3000 不是 你不要比我們那麼麻煩 沒關係 你看你們都沒有講 毫不留情當著副市長的面 大抱怨 就是因為北市推出 振興加碼1000元優惠 銀法族得先綁定敬老愛心卡 還要多重手續 讓長者們通通氣炸了 不是 這個很麻煩 對 錢還沒領到就先累的半死 最後乾脆當場走人 同樣被搞得一肚子火的 還有北市的里長們 當然加碼大家是開心的 可是重點是我覺得 基層的負荷量沒有到那麼大 銀法族不到區公所 也能到里長辦公室辦理 但一大早就湧入民眾 CYBO 從解說辦法到綁定 也讓里長業務量狂增 他不是給我們很多人力 我們的人力其實就是里長加里幹事 然後自己再去找志工 這個政策會搞得我們這一個月 都只在處理這件事情 基層服務銀法族快累翻 卻被柯市長一句話打臉 我一放逼一下就好了 那我復長 唉 果然是困難 根本是在冷氣房的爺們 想出來的這樣政策 這個是惡整里長 而且也是惡整這些長者 配合三倍券加碼一千元 柯文哲想跟資深市民拔甘金 讓梅樂重陽敬老金 已經怒很久的阿公阿媽們消消氣 卻因為科技落差 先熱敏怨 記者李某昌從越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繼續來關注動亂的香港 這是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的 第一場大型示威 今天在香港登場 鋼警亮出了國安法 專用的紫色警告旗幟 其中現場一名男子 他身上被搜到了香港獨立的標語 成為第一位違反國安法 而被逮捕的人 整個下午在香港 總共逮捕超過180人 我們來看記者李景華 在香港的直擊報導 香港民眾起義遊行 再度上街抗議 這是國安法生效以來 第一起大型示威 港警雷霆執法毫不手軟 黑衣男子遭盤查時 被搜出背包裡藏有港獨旗幟 成為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第一名被捕的人 不過放大旗幟一看 香港獨立的字樣旁 寫著小小的不要和No2 但港警強調任何民事暗示都不行 第一名女子也因高舉手寫 香港獨立的標語遭到逮捕 港警也首度祭出國安法 專用的紫色旗幟 明白警告任何涉及分裂或顛覆政權的旗幟或口號 都可能違反港版國安法 外傳香港警察依據國安法新成立了國安部門 港媒7月1號就拍到街頭便以警察 背心上有粉色紙卡寫著英文字母N的記號 外傳就屬於國安法之下 雖然大批警力在銅鑼灣一帶借費 不允許今天的遊行 但是不少民眾就一直以打遊擊的方式 在銅鑼灣灣仔一帶進行今天的遊行抗爭 香港7月1號回歸23週年 特首林鄭月娥哽咽 表示過去一年是最嚴峻的考驗 他們的關懷令我相信 艱難的日子是會過去的 風雨後一定可以再見彩虹 大陸環球社憑形容港版國安法是有牙的老虎 意味著7月1號成為界線 國安法實施後完全不需事前警告 只要港督標語旗幟一出 港警就可立刻執法逮捕 記者李景華李秦玲介入報導 好這港版國安法被形容是完全覆蓋 裡面特別針對媒體跟網路的立法內容 讓香港的娛樂圈跟網友人人自圍 有很多網友為了自保起見 第一時間就刪掉了自己的賬號跟貼文 其中港新核運師則批評 他認為一國兩制等同於死亡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大咖的藝人 像翁紅陳小春在微博當中表示支持 也抗衡了反對的聲浪 香港一傳媒創辦人李智英 七一遊行之天現身銅鑼灣街頭 手持標語 向民眾點頭示意 而他受訪時也表示港版國安法辣到太離譜 香港人目前應該先保持冷靜 再重新起步不能衝動 外傳他在港版國安法通過前 流傳的拘捕名單上 一旦立法通過可能隨時被捕 不過李智英僅表示不用擔心 因為根本擔心不完 一向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歌手何韻詩 也在臉書貼出民主派人士貼文 號召香港人七一遊行街頭劍 深夜更PO出一國兩制正式宣告死亡 留言香港人已經沒有不反抗的餘地 香港藝人杜汶澤也發文 針對港版國安法指出生存就是勝利 要香港人保重 更PO出保持冷靜的英文字 斗大登在臉書 港版國安法寒蟬效應發酵 不少港民開始自我審查 大量刪除在社群網站上的言論 或是賬號以求自保 不過也有許多香港娛樂圈大咖 都力挺國安法 金馬獎影后惠英宏 曾經參與連署力挺國安法 在七一之天 她也特地在微博寫下 祝福香港 祝福祖國 而女星翁弘也PO出多張五星期照片 並祝賀國安法成功實施 希望東方之珠是動感之都 而不是動亂 男星陳小春和鍾正濤 也都發文慶祝國安法通過 大咖明星期發聲要抗衡 反對聲浪 借宿中綜合報導 好 來看藝人賈靜雯 首次跟柯家燕一起合作新戲 她不只演出女主角 還第一次擔任製作人 這次特別找來很久沒有出現的資深歌手 Billy 粉絲很期待 為了說服Billy 賈靜雯足足陪Billy 總共做了七個月的瑜伽 其中一位女主還擔任了製作人 掌聲歡迎賈靜雯柯家燕 兩大事後賈靜雯跟柯家燕首度合作新戲 還特別找來許久位在螢光幕露臉的資深歌手 Billy 妳看 妳看這一位 來來來 扶下頂 頂媽 來 Billy劇中要一起跟兩位實力派女演員 彪戲還要當他們的母親 這回賈靜雯首度擔任製作人 透露光是邀Billy演出 就經過一番努力 Billy姐答應的時候 其實真的所有人都覺得說 天啊 七八個月時間過了 終於讓Billy姐點頭了 因為應該會覺得我們的選角 就是Billy姐除了她 沒有任何人可以演這些角色 賈靜雯歷經七個月陪她做瑜伽 還跟Billy兒子周湯豪變朋友 最後才讓她點頭答應 但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也自己入行那麼多年 也總是要多一些的學習 第一次當製作神 賈靜雯透露最大挑戰就是選角 除了她以外 其實演而優則製作的還有林心如 演員只專注於她自己的事情 可是一個製作人很像一個 劇組的大團家 2009年開始 林心如轉型當製作神 2011年 還因輕視黃飛 拿到年度最佳製片人獎 不斷突破自己 總有一天 我會復新楚 我會將我的殺福仇人碎尸萬斷 這些女明星們 利用不服輸的精神 開拓事業 另一波高峰 記得黃家衛李環還會報道 暑假要到了不能出國玩 現在李導遊超夯 但是小心了不能丟的東西 不要丟 不能摸的東西不要亂摸 海巡署小琉球安檢所 又接到了民眾檢舉 有人在亂摸海龜 結果現在移送偵辦 你知道嗎 這摸一下 可能最高可以被開罰 30萬是認真的 今年4月份已經有法國遊客摸海龜 收到了罰單 男遊客潛水越潛越深 突然伸出他的左手 摸了海龜三下 再看一次男遊客 先是伸出他的右手 往下潛再伸左手 海龜似乎感受到有人接近逃離 沒想到他不死心 才又摸了三下 事情發生在6月30號下午一點多 有民眾在小琉球美人洞附近潛水 發現男子騷擾海龜拍影片報案 海水人員過濾沿途路口 商家監視區畫面比對追查 最後才在島上民宿巡獲 和影片中衣著特徵相符的民眾 相案意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 含宋屏東地方檢查處申辦 摸海龜處法是因為違反野生動保法第18條 有騷擾野生動物的行為 就會面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是病科最高30萬法金 今年4月其實才有19歲的法國遊客 也是因為摸海龜被民眾檢取報案 今年在小琉球就累積兩起摸海龜挨罰的事件 國旅正夯尤其小琉球 海底生態景觀豐富 端午連假就吸引4萬遊客到訪 提醒民眾清靜大自然 也別胡亂伸手摸 免得受罰 記者周天杰成進行屏東海訪報導 好沒有錯我們的標題很可愛 叫做要不如歸去或是要守規矩 還有一個案例也跟烏龜有關 這個疫情緩解 現在夜市人潮又回來了 不過台北臨江街夜市遭到民眾檢舉 這位民眾說他在夜市撈烏龜 5個人向老闆買了20隻的紙網 結賬時才發現媽呀這麼貴 竟然要1000塊錢10分鐘就破了 他非常的傻眼 但業者也很不能接受 業者說有問題嗎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價錢 一年多來沒有任何被抱怨的情況 等吃晚餐空檔 林小姐帶著孩子到台北臨江街夜市 開心玩撈烏龜 沒想到結賬才發現 這一晚居然要價1000元 因為那個網子真的是 很一下就破了 那其實不到10分鐘 他就結賬嘛 然後我就說問說多少錢 然後他說那你們五個人這樣子一共是1000塊 然後我當下聽到的時候真的是 傻掉說要1000塊 林小姐指控只花十幾分鐘 用了20隻紙網全破光 最後結賬1000元 等於一隻紙網要50元 讓他真的非常傻眼 但記者實際直擊 這間夜市的撈烏龜店店 店面確實有標價 寫著撈烏龜四隻紙網200元 出來的時候才看到它上面那邊有 一個小小的一個價目標 它沒有夾在這烏龜的旁邊這樣子 如果我們看得很清楚的話 看到那個價錢應該是不會撈 但標示位置卻在柱子的最上面 店家拿出監視器畫面喊冤 表示當時這群消費者 進出店面兩次才決定撈烏龜 以為他們都知道價錢 沒想到卻被PO網 我們確實上面都已經有明確標價了 有五個大人 那兩位已經進來一趟了 他們又往外走 後來第二趟進來是五位 那可能他們五位都沒有看到價目標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們其實價格啊 然後遊戲規則啊說明啊 我們像各國語言 我們都有標示在上面 但比較有其他撈烏龜攤的夜市 像是花蓮東大門 收費一次30元 而且用的還是一般網子撈 不限時收費確實比較便宜 財寶官強調 民眾如果對於店家的開架 以及標示價格位置有爭議 都可以對台北市市場處提出申訴 這家人的鳳凰之台報導 這個才是損失大了 有魔法媽霍格華茲消失的車格 這麼神奇 這位女子指控呢 她的車子四月份停在停車格內 但是剛剛好碰上了 突銷停車格的工程 這個包商呢 用堆高機移動她的車 但過程中造成了嚴重刮傷 她的底盤三角架也受損 這一估價不得了 至少五萬六 但她說呢 找工程單位 對方卻不聞不問 她決定要提出告訴 堆高機和工人看準這台銀灰色轎車 將貨差塞進車子底盤 輕輕一台把汽車緩緩移動到正後方位置 原來是為了要做工程 塗銷地面停車格 但這個舉動卻疑似傷到車子 就是因為她堆高機移起來的時候 這樣轉向 指著車身上多道清楚痕跡 車主心好疼 指控就是市府停管處做工程造成的 拿出估價單 包括車門 葉子板 避震器等 總估價居然要修五萬六 當事人氣得痛批 誰要買單 底盤的三角架有凹陷 然後離子串有彎掉 然後就是旁邊那個 剛才拍的那個側面的門的地方 都是有刮傷 都是要整片換 事件發生的兩個月前 早上八點半 桃園陽梅金山街上 當事人的汽車就是停在這處停車格 現在已經劃上黃線 不過一旁馬路上 清楚可見施工單位 曾在地面寫上時間呼籲車主移車 兩三天之內 我又打去去公所打五六通電話 然後他們就是都不聞不問 不想管這件事情 然後我才選擇提告 在施工之前 然後做相關的公告 然後跟拍一次車子 然後我們沒有其他的車主移車 有車主的狀況 聽管處回應 施工單位移車時有拍攝做記錄 並非不處理 是價格沒有共識 施工前也依照正常SOP通知 如今車子損傷 究竟是不是因為堆勾機造成 車主提告 雙方將要對付公堂 記者郭先生 張俊惠 王玉竹 桃園採訪報導 再來看這個 男女婚 女女嫁 愛情已經是過去式了 但是糾紛是現在式 到底誰是恐怖情人呢 這位雲林縣議員廖玉賢 既在今年二月才嫁給了 大大二十二歲的雲科大教授 剛剛升格為幸福人妻 但是他被前男友指控 說他是恐怖情人 性格激烈 疑似不滿他令結新婚之後 告上了法院 索討十萬塊錢分手債 還惡搞他居酒屋的臉書粉專 但這個廖玉賢否認 他說沒這回事 他說他當初初次幫前男友開店之外 還代付員工的勞健保費用 他認為是前男友的太太 先惡意抹黑才會提告 雲林縣議員廖玉賢 今年二月閃家大塌 二十二歲的助理教授 兩人只交往二十一天 就登記結婚 印發話題 蔡剛升格人妻 現在卻遭前男友指控是恐怖情人 他就是個性上比較極端 在郭通販妹有問題的話 他用極端的方式去做動作 比如說跳車 撞地板 前男友說廖玉賢性格剛烈 當初交往一個禮拜就想分手 卻不敢提成了五年 2018年廖玉賢回雲林 忙著議員參選才主動提分手 但疑似是不滿他令結新婚 竟然狀告法院追討分手費 針對指控 廖玉賢也出面反擊 因為交往期間 不但出資幫前男友開居酒屋 還代付員工勞健保 加上前男友的太太 四處抹黑騷擾 才會提告 否認是為了報復 那就是因為他的太太 在聽議員會比較有留言 因為互相有通聯 他的定性力不好 所以要趁我的熱度 他就是我的甜心小公主 分手得不到 還要用報復的心態 這個才比較像恐怖情人 六玉賢的老公護妻親切 也在臉書發簽字文聲援 只稱前男友是被其他議員 利用當打手 犯槍為了蹭知名度 用這種毀滅手段 才是恐怖情人 字字句句力挺老婆 要捍衛清白到底 記者廖文明成廣日 蔡敦瑩 云林報道 好 我們進一步深度的來看 這個女主角廖宇賢 她年輕 今年才29歲 是時代力量的議員 29歲就選上了云林縣議員 當時還是第二高票 跌破了大家的眼鏡 出身蔡農世家 靠著勤走基層獲得了肯定 她跟同黨的高雄議員黃潔 台南議員林瑩穎 三個人號稱是南台灣三姐妹 問政風格犀利 被封為是云林 小辣椒 但她的爭議也很辣 曾經被爆料 為了申請補助 竟然自己印製了 爺爺過世的副文 11月7號請問 有沒有調查報告 有沒有 你可以讓我講嗎 我讓你講 有沒有你回到我重點啊 你可以先把你嘴閉起來嗎 你才會閉嘴吧 你是縣長 你是被質詢者 質詢雲林縣長張立善 廖宇賢態度強硬 一步也不退讓 當眾叫她閉嘴 激勵問話 更被封為 雲林小辣椒 感染源進來了 你要怎樣 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反正 你要講話 進行 你可以輸扣一下 廖宇賢年僅29歲 就以6179票 第二高票當選議員 跌破大家眼睛 成為雲林縣首位 時代力量的議員 主推教育 農業行銷 議會透明化 更時常開直播 和同黨的高雄議員黃傑 台南議員林憶瑩 號稱南台灣三姐妹 先讓廖宇賢講一下 先問我是不是 對 因為他今天剛剛質詢完 廖宇賢出身菜農之家 沒有政壇家屎背景 靠的就是琴跑基層 每天穿梭大街小巷 拿大聲工推正鍵 獲得肯定 但風波爭議也不斷 曾經被爆料 為了申請補助 竟然自己印製 爺爺的過世複文 但廖宇賢含冤 說雲林憲議會 有不成文規定 只要是議員家人過世 可憑副文 領三千元 其他議員 他也都有付電影 認為一切可受公平 記者廖文兵 陳廣睿 蔡敦瑩有您報導 6點34分晚餐時間 如果你是一個很重視健康 當然也很喜歡美食的人的話 接下來兩條新聞要特別注意 天氣很熱 很多人喜歡吃優格 來取代冰品 這樣比較健康 熱量比較低 是這樣嗎 這幾年台灣流行一種優格 叫希臘優格 但是如果你去買的話 你會發現 還有一種叫希臘式優格 多了一個是不一樣 怎麼樣不一樣呢 營養師告訴大家 希臘式優格比希臘優格 它的熱量多一倍 但是蛋白質少一半 什麼意思呢 因為希臘式優格 是為了模仿希臘優格的濃稠口感 所以他加了很多東西 什麼鮮奶油啊 玉米澱粉啊 好吃很多 但熱量也多很多 大賣場冰櫃前 就為媽媽聚精會神 挑選優格 每一罐成分都看得好仔細 不過發現了嗎 冰箱上好多優格名稱前面 都冠上了希臘這兩個字 你會去分辨希臘優格跟希臘式優格 有什麼不一樣嗎 混不出來 你知道希臘優格跟希臘式優格 有不一樣嗎 不知道 如果仔細看他們的英文名稱 有Greek yogurt 也有寫Greek style yogurt 翻成中文就是希臘優格跟希臘式優格 兩者消費者分不出差別 但其實魔鬼藏在細節裡 4公升的牛奶 大概只能做出1公升的這個希臘優格 它的營養價值其實是 比一般的普通的優格來得高 蛋白質 鈣質的部分 也都是相對比一般的優格來得高 看看營養標示 希臘優格每百公克 這量才56.4卡 蛋白質10克 但希臘式優格卻有137.6大卡 蛋白質卻只有3.12公克 熱量double 蛋白質卻減半 是說有沒有去添加一些鮮奶油 添加比較多的麥芽糊菌等等 因為這些可能就是會去增加 它的口感來講是比較好吃 但市售的希臘式優格 為了模仿希臘優格濃稠口感 成分多加了牛奶 鮮奶油 糖 玉米 澱粉 多了濃稠度跟口感 卻也增加熱量 希臘優格多了一個事 看在消費者眼中以為沒差太多 但營養價值跟熱量卻有很大差別 記者吳郭貞 陳廷玉 杜雲杰高雄報導 好 有沒有曬到太陽也差很多 天氣這麼熱 特別是摩托車騎士 等紅燈的時候你就知道 如果太陽直曬的話 真是受不了 度秒如年 所以馬路上你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違規閃躲太陽的停車法 稀奇古怪 什麼都有 台北市現在很體貼 為了縮短用路人 等紅燈曬太陽的時間 所以從6月中旬開始 在台北市已經有686個地方 縮短了紅燈的秒數 縮短時間最多的是新駭路五段 這裡等紅燈的時間 足足少了70秒 非常的有感 但是另一頭你看看 這個地方紅燈真的等很久 要將近四分鐘 太久了 拜託 到底哪裡啊 夏天太陽獨辣 騎士躲樹蔭下躲寒洞裡 招數千奇百怪 要從根本解決問題 北市6月中起限定三個月 直接砍紅燈秒數 現在的紅燈秒數呢 是從50秒來倒數計時 但是從新駭路五段這個路口 過去在離封時段 紅燈的秒數是119秒 縮短了70秒左右 所以我就是要減少騎士曝曬的時間 不只新駭路 北市主要道路435處 從11點開始到下午2點 紅燈秒數平均砍30秒 四號道路提早到9點開始 251處平均縮25秒 對你們騎士來說是有幫助的嗎 是有 所以大太陽 對啊 超級樂的 因為我們都有防燕的這個罩子 所以還好 像是在台北市至善路二段 尖峰時期紅燈一等要229秒 將近4分鐘 離封時間我們實測 也有2分51秒 成為北市最久紅燈 第二名中山區的樂群 一路和靜夜三路 則是3分46秒 騎士曬到暈 過去也曾借進高雄設置的遮陽板 風吹啊 風吹 颱風吹 它那個很容易就被吹壞了 那另外就是 就是太陽其實是一直在動的 遮陽板不可行 躲樹印又可能哀乏 大太陽下的每秒煎熬 騎士只希望紅燈盡可能 越短越好 記者周天杰 陳靜宜 台北 蔡鳳報道 好 講到機車 在這個南投台14甲線 翠峰道淵風路段 有三輛重機 突然之間逆向下山 結果差一點點出事 差點撞上了迎面而來的 開車駕駛 這個駕駛一看 這是警車嘛 因為三輛重機都是白色 長得跟警察的重機差不多 而且底部仔細看 它裝上了這個紅藍警示燈 但是還真的以為是警車 這個駕駛下的冷汗直冒 但當然其實不是 警方表示這樣做是不對的 如果不按照規定 來裝警示燈的話 最高可以開罰1800 沿著台14甲線一路往山上走 汽車駕駛卻超臉撞上 一面而來的機車車隊 嚇了一大跳 連續三台重型摩托車 直接逆向下山 但仔細看 重型摩托車外型跟警察的 重型機車很雷同 而且下方還有裝上紅藍警示燈 駕駛一度以為是警察 差點發生碰撞的地點 就在台14甲線翠鋒到淵豐途中 上個月25號下午3點多 駕駛開車上山 卻碰上逆向的重型摩托車 但當地民眾都知道 這裡常常有違規騎車的情況 他那個要超車的話 都最少六七十 只是民眾也搞不清楚 一面而來的重機 到底是警察還是一般民眾 遠景騎出重型摩托車 這一看白色外型 真的跟警察重機幾乎相同 燈光的部分的話 為規定使用的其他顏色的話 依照照焦的16條 華新來率900到1800的拷盤 姑且不論跨過中線逆向 民眾在重機底下加裝警示燈具 都需要監理所進一步認定 如果屬於違法改裝 依法就得開罰 記者曾衛祥 南投報導 晚間六點四十分 跟著中天新聞 一起來關心 中火的抗爭持續 兩天倒下了兩名議員 天氣這麼熱 在這兩天 我們看到台中中火的問題 引發了各方的關注 很多台中人的反彈非常強烈 電不夠 政府必須要解決 不能靠著台中人的肺來發電 那麼起初呢 絕食靜坐的台中市議員黃建豪 我們看到在24小時之後呢 他昏倒送醫治療 剩下這位議員羅廷偉苦稱 到今天中午12點 他也撐不住了 已經絕食了42小時 現場醫師的診斷呢 認為有危險 因為他明顯的心跳加快 好幾個小時沒有排尿 因此將他強制送醫 而台中市長盧秀燕告訴大家 這個中央呢難道是要替台電解套 這是製造空污的共同殺手嗎 台中市府也在昨天 含送了台電負責人 累計到現在為止 開罰呢2200萬 當然台電怕嗎 台電不但不怕 而且很嗆 說這個中市府呢 是違法裁罰 要尋求行政救急 我們把他扶起來 躺在躺椅上 議員羅廷偉被救護人員搀扶 抬上擔架 謝謝 絕食超過42小時的他 表情痛苦 接近中午時 市長盧秀燕抵達中貨 酷勸羅廷偉 一時診斷出他心跳加快 好幾個小時 餵排尿 就怕威脅到生命安全 中午12點17分 將羅廷偉強制送醫 他還一度抗拒 我真的還可以 你可以 我覺得你不行 我們沒有辦法 讓議員在這個地方 繼續去抗爭下去 這是我們專業的一個判斷 羅廷偉長時間未禁時 加上天氣熱脫水 造成熱昏厥 過程中有親友提出 請他和女兒視訊 親情攻勢也遭他拒絕 時間回退到一大早 支持者到中火門口呼喊口號 靜坐邁入第四天 但前一天下午 黃建豪議員昏倒送醫 剩下羅廷偉繼續靜坐 直到中午遭強制送醫 另外針對中貨重啟二號機組 台中市府從一開始開罰200萬 遭環保署撤銷 市府接著祭出2000萬元罰單 又在6月30號 寒送台電負責人 態度強硬 違法開機 製造污染 這樣的一個罰單 那環保署不應該要負責 不應該拋庇 把它撤銷 違法的裁罰 台電公司沒辦法接受 我們在接受到處分數之後 會尋求一切的救濟管道 來做行政救濟 中火遭開罰 台電人強調 台中市府是違法裁罰 將尋求行政救濟 但中火議題 攸關環保 即使絕食抗議落幕 爭議依舊不斷 記者林偉智 王百英 SNG小組 台中創報報導 好 這不只是一個爭議的話題 也是一個有情緒的話題 特別是台中民眾有話要說 我們看看在網上的鄉民們 他們有很多的反應 比方有人說呢 這個中火未來可能是這個全球 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有人說乾脆改名叫大火好了 挺有幽默感 還有人想問 我們台中人是欠你們多少 為了台灣價值 真的我們台中人要稀好稀滿嗎 北部人反深澳 那沒有資格嘴中火 還有人告訴大家 台北能夠反深澳 為什麼我們台中不能反中火呢 那是不是 試試看發電廠 蓋在你們台北豪宅地堡的旁邊 還有人想到了 加龍哥怎麼輸的 你以為呢 當然不只附近的居民不滿 連專業的醫師 也要感受一下 告訴大家他們的憤怒 今天有來自台中彰化南頭 還有雲林三十多位的醫生 在中午太陽最大的時候 犧牲了他們五間休整的時間 來到台中市議會廣場接力抗議 他們就是要表達 對中火重啟二號機組的不滿 這些專業的醫師告訴大家 空污呢 最直接影響的就是 我們最在乎的孩童跟孕婦 很可能會造成胎兒的畸形 甚至是流產 不給中火 搶救胎兒 身穿白袍三十多名醫師 各個手拿牌子 聚在台中市議會廣場 抗議中火重啟二號機組 無眉顧健康 無眉顧健康 就連醫師也怒了 他們來自台中彰化南頭和雲林 犧牲五間休整時間 表達內心的不滿 因為空污最直接影響到的就是胎兒的發展 這小孩一直在受到環境的污染的話 那他以後不只只有這些器官外發生問題 還會造成一些過動 第一個可能會不孕症 如果懷孕之後容易造成流產 甚至有嚴重的畸形或是之後的疾病等等 醫師的訴求就是無眉中火救胎兒 同樣憤怒的 還有他們住在中火附近的居民 手一摸厚厚一層炭灰 全卡在窗戶縫隙難以清除 居民說自從最近中火重啟二號機組 窗戶都是緊閉不敢開窗 導致空氣無法對流 但這可怕的炭灰令人困擾 現在身體裡面就不得了 所以人台電每年都有補助 我看補助也不夠去看醫生 居民好無奈 但偏偏中火發電廠就蓋在住家附近 只能默默接受 中火機組重啟 不只居民不滿 醫師也出面喊話 只希望這些聲音政府能聽得到 記者陳思源 林韋志 王百英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台灣的立法院打架已經不是新聞了 但是這一檔還真的是打出了經典 29號你還記得嗎 藍綠立委在一場內肉搏大戰 國民黨呢雖然偷襲 成功佔領立法院19個小時 但是沒想到一個小時之內就破功 被民進黨立委迅速的KO清場 藍營的戰力太弱 現在成為全國的網路笑柄 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受不了 特別找來新科立委來特訓要增強戰力 你沒有看錯今天大家都在忙著練拳頭 霸佔主席台不到一個小時 國民黨騷民進黨鼓速清場 為了綁回顏面 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特別找來新科立委好好的特訓一番 等等只特訓竟然是全集還真的完完全全照字面翻譯 增加戰鬥力 不過成果發表怎麼竟然是拍一堆沙龍罩 只見洪夢凱雙手全碰拳擺出一臉很近 謝一鳳像是打淚了坐在地上休息 李桂敏則是靠著沙包擺出70年代拍照姿勢 還有蹲下跳向遠方的陳以信 當然少不了朱立倫本人大搞反串哭搜 譏諷民進黨暴力相向 但都事隔兩天了 藍綠卻還在吵是誰先動著手 吳秉瑞委員從背後伸出他的兩隻手 以鎖喉勒緊的強力動作 全身壓在他的手臂上往後拉 新聞台的影片上有發現 說有這樣的立委的確去拿人家眼鏡 堂堂議會殿堂你先打還我先打藍綠互推責任 反觀 新科不分區五一丁道士拿出CAS 勇於承認眼鏡就是我拔了 我正就向郭國雯委員道歉 對不起 我摘了你的眼鏡 等同的吳秉瑞委員也請你跟洪孟凱委員道歉 雖然你這個行為我不苟同 但是你既然道歉了我接受 但我還是要謝謝他 因為我的眼鏡是配不到三天 如果掉的話被踩碎的話 恐怕回去又被老婆叮 立委臨臨時會才開始重大法案討論 藍綠美共識6月29號一場混戰 卻連吵三天 藉請我們齊江宇宣 SM小組台北龍